诗篇八十一篇一到十六节 你们当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 向雅各的神发声欢乐 唱起诗歌 打手鼓 谈美情与色 当在越朔并越旺 我们过节的日期吹奖 因这是为以色列定的律例 是雅各神的典章 他去攻击埃及地的时候 在约瑟中间立此为证 我在那里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言语 神说我使你的肩得脱重担 你的手放下筐子 你在急难中呼求我就搭救你 我在雷的隐秘处应允你 在米利班水那里试验你 我的名啊你当听我要劝诫你 以色列啊圣愿你肯听从我 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 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承拔你从埃及地里上来 你要大大掌口我就给你充满 无奈我的名不听我的声音 以色列全部理我 我便任凭他们心理刚硬 随自己的计谋而行 圣愿我的名肯听从我 以色列肯行我的道 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 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 恨那耶和华的人必来投降 但他的百姓必永久长存 他也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 又拿从盘石出的蜂蜜 叫他们饱足 诗篇八十二篇一到八节 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 在诸神中行审判 说你们审判不是禀公义 寻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 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申冤 当为困苦和穷罚的人施行公义 当保护贫寒和穷罚的人 就他们脱离恶人的手 你们人不知道也不明白 在黑暗中走来走去 地的根基都摇动了 我曾说你们是神 都是至高者的儿子 然而你们要死于外世人一样 要扑倒像王子中的一位 神啊求你起来审判世界 因为你要得万方为业 诗篇八十三篇一到十八节 神啊求你不要静默 神啊求你不要闭口 也不要不作声 因为你的仇敌喧壤 恨你的抬起头来 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 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 他们说来吧 我们要将他们剪灭 使他们不再成国 使以色列的民不再被人纪念 他们同心商议彼此结盟 要抵挡你 这是住帐篷的以东人和以什玛利人 摩押和夏甲人 加百勒、亚门和亚玛利、菲利士 并推罗的居民 亚述也与他们联合 他们做罗德子孙的帮手 丘里带他们如带米店 如在基顺和带西西拉和耶兵一样 他们在尹多尔灭亡 成了地上的粪土 求你将他们的首领像厄利和西伯 叫他们的王子都像西巴和撒木拿 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 作为自己的产业 我的神啊 求你将他们像旋风的尘土 像风前的碎坎 火怎样焚烧树林 火焰怎样烧着山林 求你也照样用狂风追赶他们 用暴雨恐吓他们 愿你使他们满面羞耻 好将他们寻求你耶和华的面 愿他们永远羞愧金黄 愿他们惭愧灭亡 使他们知道唯独你 名为耶和华的是权力以上的至高者